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子 该练字了 你瞧你这字啊 写得跟蚯蚓找妈妈似的 宋徽宗手下有六个极品马仔 人颂绰号 六贼 这六个家伙整天跟掉到钱眼里似的 就知道捞钱 有钱就能为所欲为 谁都没有料到由六贼引发的宋江起义 方辣起义 以及金国入侵 活生生地搞垮了北宋 小人不可怕 就怕小人能耐大 今天咱们重点讲一下金国入侵 金国入侵完全是因为六贼中的蔡金 铜冠等人 带着宋徽宗一起作死而引起大 这事跟被大辽夺去的燕云十六周有关 北宋历代皇帝一直希望收复燕云十六周 宋徽宗这帮人见大辽从猛虎 周渐流于弱鸡 便想趁机夺回燕云十六周 于是跟由女真人建立的金国联合灭辽 联金灭辽是一部臭棋 因为从地理位置上看 大辽是夹在大宋和金国之间 俨然成了大宋的保护伞 只要大辽不亡 他就能一直替大宋挡子弹 但如果大辽亡了 金人便会越过大辽收拾大宋 如今 大宋主动要求打掉自己的保护伞 实际上是在将自己往火坑里推 你们长脑袋只是为了凑身高吗 很快 宋金两国同时进攻大辽 金军打得辽军毫无招架之力 而宋军却被辽军打得痛不欲生 嘿嘿 你让我见识了 什么才是真正的猪队友 队友靠不住 金人就靠自己 并且一举灭掉了大辽 大宋虽然不给力 但按约定 金人理应把燕云十六周还给大宋 可金人却扔给大宋几座空城 你打发叫花子呢 不 我打发要饭的呢 更让宋徽宗一伙没有想到的是 大辽一网 金人立刻将枪口对准大宋 我和我的小伙伴都惊呆了 金军跟宋军打起来 跟切西瓜似的 看得宋军哭爹喊娘 宋徽宗见打不过金军 连忙将皇位传给儿子宋青宗 让宋青宗替他顶美 皇位传得好 不如传得巧 你可真是我的好爸爸 宋青宗见打不过金军 只好亲自跑到金银议和 结果不但没搞定客户 还被绑了票 金人又让宋青宗派人回家 通知家长前来议和 宋徽宗一到金银也被绑了票 议和不如绑票 绑票才是王道 随后金人拿宋徽宗 宋青宗敲诈大宋 直到把大宋都城开封里的钱财 炸干炸净 才押着宋徽宗 宋青宗 北宋皇室以及文武百官等 上万人返回金人的老巢 这事被称为靖康之变 心太崩了 临走前金人还扶持了一位傀儡皇帝 并建立大楚政权 北宋从此灭亡 金人原以为已经将北宋皇室一网打尽 没想到却露了一只小虾米 这个小虾米呢 就是宋徽宗的儿子 宋青宗的弟弟 康王赵构 赵构能帮大宋续命吗 咱们下集再讲 历史知识点 靖康之变时 被掳到金国的宋人都过着非人的生活 宋徽宗做了八年的俘虏 最终病死在金国 宋青宗呢 做了二十九年的俘虏 直到去世都没有能再回到中原 至于后宫的妃子 公主 以及达官显贵的千金小姐更惨 全部沦为任人欺凌的奴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